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N与阿N的频道 相信很多人都试过 遗失银包、身份证之类的物件 如果事主是发生在外地的话 就更加不知所措 最近香港流行北上深圳游换或购物 如果在深圳不见了银包和身份证回乡卡 那怎么办呢? 最近就有人发生了这个情况 他即时就在深圳大陆吃喝玩乐交流群组里面 在网上发出这个求救帖 希望得到帮助 结果不负所望 有很多回应 原来真的有不少网民都曾经亲身经历过 在深圳遗失银包、证件之类的问题 结果也提供了不少的解决办法 而其中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案 就是只要你去罗湖商业城对面的中旅社 补领一张业城对面的中旅社 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原来 而且时间都相当之快 如果你上午去申请的话 下午就可以拿回临时证件了 如果你下午申请的话 那就要第二天才可以拿到临时证件 同时当你过关回到香港这边关闸的时候 就和香港这边的海关关员 表示不见了身份证 只要留下你个人的资料和布室 同时宣誓证明资料是属实的 海关就会提供文件给你过关了 当然在香港这边 你也可以叫你的家人 拿你的护照拿去深圳给你 就会省下了香港这一部分 不需要布室和宣誓这个步骤 但是另一方面 你不见了身份证 你回到香港 你还是要去布室的 好,今天分享这个 在深圳不见了身份证 怎算好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欢迎你留言点赞 和分享这条片 出去给其他喜欢去深圳旅行的朋友 让他有个准备 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亦都订阅我们这个 RN ULM 频道 拜拜